各位好 歡迎準時收看金融百分百 哇 今天台北股市拉回 中場下跌184點 那很多人 當然看到今天的盤勢都很擔心 這個很正常的 但是為什麼今天他會向下修正 理由很簡單 一些漲多的股票 短線的籌碼需要清洗 所以就順勢回檔修正 真正重點在接下來指數 不管是在這裡橫盤整理 合了在上 還是拉回一個相當的幅度之後 再往上攻 或是從此就回檔下去 我覺得你們要先想一點 我從現在開始指數就算來到 11771點了 接下來什麼股票會漲 什麼股票不能碰 這個是各位應該知道 需要知道的事情 大盤 你說大盤今天開高走低 你就說他多頭結束了 那未免太過牽強了 從8523以來 到今天11771點 這個波段反彈38% 滿足了嗎 是繼續漲呢 還是回檔修正 回檔修正會到哪裡 那繼續漲的話呢 哪裡是重新上車的買點 在這裡 各位你記不記得 你們都忘記了 那個時候大盤 一路從8523 漲到10500點 600點那個地方 後來打到10140那一天 有多少人告訴你說 在打第二隻腳 還要再回檔修正了 要回檔修正了 那些專家 全部通通跌破眼鏡 全部都不准 那個叫做看漲說漲 看跌說跌嘛 重點是在結構上面 資金到哪些類股身上 指數我當時跟各位講 你拉回修正 是創造未來 你獲利的空間 對不對 你10500 你11000 500點 可是達到10140 是不是又多了 300多點空間出來 對不對 所以往下拉回修正 基本上 你只要未來這個 是向上的 拉回基本上 都是讓你創造 更大的獲利空間 那指數來到這個地方 整理一下很正常 我一樣跟各位講 我在這裡等各位 這是個資金行情 台幣今天又升值了 盤中見到五字頭 什麼叫五字頭 29.5 強勁的升值嘛 所以行情我覺得 我沒有在擔心這個行情 要學什麼股票 接下來要漲什麼族群 這個才是重要的 那很多人想要去追一些 漲多的股票 強勢股 那個是人之常情 那是人之常情 我沒有太大意見 只是說我膽子比較小 那漲多的股票 漲了五倍 十倍的股票 我是不會去碰的 當然那些股票 如果再持續創新高 那好事情 我們應該正面看待 我們應該正面看待 來 你看這國光升 你看恢復正常交易 禮拜三恢復正常交易 市場人氣 回龍 回龍 震盪一下 你看 今天這個震盪厲害了 那國光升 今天還能不能買 我就問各位 應該這樣子講 應該是各位 可能會來問我 老師那國光升 可不可以買 今天拉回修正 到底是該跑人 還是早點買進 高端疫苗 昨天很強 漲停板 今天跌停 洗三溫暖 這個合一 一路飆 一路漲 漲不停 今天漲停 漲不停之後漲停 漲停之後漲不停 一路上去 昨天漲停 今天早盤也是 漲得好好的 也是漲停板 早上看到漲停板 很開心 等到中午吃完飯回來 發現沙拉跌停板 這一般人心臟 誰受得了啊 對不對 這一路這樣子 降上去的 一路這樣上去的 三十五億股本 當然像合一這種 它是市場上的焦點 所以漲多的時候出現震 當然很合理 那這個是我們在旁邊看的人 的看法 你真正手中擁有的 你嚇都嚇死啊 怎麼好好的漲停板 去看來回差20% 老師啊 該不該賣呀 留給市場做決定 這個恆大 昨天恢復正常交易漲停板 我說很好 給它拍拍手 雖然我不敢買 我讲白的 我不敢碰它 可是它涨停板 我们应该给它祝福 因为手中有我们开心 对不对 我说我们做多赚钱 尽量做多 没事不要去做空 所以即便是这个股票 我认为我不敢碰 它涨停板 我还是告诉大家 很好 那今天跌停板 怎么办 对不对 对我而言 我可以来帮你解衡大 没有问题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我说后疫情时代 你们如果认为说 这个疫情会持续一年两年 都像三月四月那么紧张 那你们用力去买 没有关系 真的 用力去买口罩 用力去买 可是赢涨五倍到十倍了 涨了十倍了 这个周转率很惊人 很惊人 那有人或许会问我说 老师像这类型股票 它的营收真的有上来 它的获利数字真的有上来 我说没有错 所以我们给他鼓励 好学生也给他鼓励 但是 他也没有值这个价钱 还有一点 你现在去买 你的风险跟你的利润 你的比较该怎么比 在这里我没有意见 一个月两个月 你都出量量滚量无所谓 你到这边这个爆量上去之后 这个量 后来这个量都缩掉 这量价关系 你们自己判断 当然我还是重复一点 手中有的 手中有的 你的停力停顺点 你自己设好没有关系 我在这里 我是跟各位讲 除非你像我们一样 你有本事在这里 开始布局 上去压回又涨停 除非你像我们一样 短线高手 那不然我不建议大家 你反而要去找一些 别人没有的 勾门独起的勾票 每个人资金都只有一套而已 你要买的 要重压的是要有倍数的 底部整体的 生意完毕之后 刚刚开始除量 那个叫攻击量 涨了五倍十倍 还在那个爆量 那个地方要出货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我不晓得各位 你现在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什么 我们再举个例子 来 你像这爱普 这个就是 勾门独起的勾票 你看他从当初五十几块钱 到六十几 到百元俱乐部 到整理 拉回之后 到一百二周 又再往上推升 到今天他已经到两百多块钱 甚至见到三百块钱 你要想一点 六五三一的爱普 今天创新高没有错 可是我们看的不是说 你今天创新高 你今天创新高了不起 今天盘中最多给你涨了几块钱而已吗 对不对 两百多块股票 你赚个几块钱 没什么感觉啊 可是如果 如果 你从在这个地方整理完毕之后 对不对 从两百块钱到今天三百块钱 这边是五成的利润 也是五成的利润 对不对 更不用讲在这里 七十几块钱之后 就要一路起涨 很经典的股票 很经典的股票 那我先问各位嘛 你们涨了十倍的股票 你都敢去买 这个爱普呢 从这里整理完毕之后 七十三块到今天 也很多浪 也很多浪 也是涨四倍了嘛 从这里七十五块钱左右 到今天最高三百零三块 也涨了四倍左右了嘛 你十倍都敢买 你四倍敢不敢买 但话说回来 我说我们要做的就是 未来能够像爱普这样子 能够给你倍数空间的股票 所以我说很简单 你们做股票就要找什么 国民独自的股票 人生就是先相信后看见 你相信机会 你去做 你未来就会拥有 你不相信机会不去做 不要说成功 你连机会都没有 那台北股市 我跟各位讲 是不缺资金的 也不缺题材的 甚至卧虎昌龙 那现在其实就是 爱普第二 我们要找就是 跟人家不一样的 好不好 那我想 爱普从这个地方 国民独自的股票 这个不需要再讲 全台湾 你说逻辑跟机翼晶片 整合的细致材的 目前像个样子的 有一个硬 有一个硬的 目前是爱普 后面有没有 后面应该有 可是目前还没有 爱普是跑到最前面的 他就是符合 我跟你讲的 国民独自的股票 那爱普之后呢 我们要做就是做像爱普 这样子 有波段涨幅的 有梦最美 全新的题材的 市场独一无二的 那我们先进广告 大家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 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 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另外像是加登 加登也是属于独门供应的极紫外光 尤其是5奈米 EUV的光照合 台厂当中能够提供量产的台积电的partner 就是加登 所以这个也叫国盟董奇的股票 之前进行了量缩整理 因为被分盘交易 今天恢复 但是遇到怎么样 盘中出现一些 惠里回头的卖压 这个很正常 因为今天台北股市 你不要看今天台北股市 好像很凶猛 很多股票有跌 但是因为大家都担心怎么样 会成为最后一只老鼠 我跟各位讲那还早 真的还早 你现在要选择就是有独门题材的 那今天受震荡这样的影响 我觉得今天就是观察 后续来讲的话 这股票未来高点 绝对有机会突破的 只是问题在于你手中的资金 怎么样应用 对不对 要做就做这些别人没有的 所以加登今天拉回整理完毕 我觉得未来创新高 可能性非常高 不用担心 真的不用担心 你说有些股票 今天不涨 今天不涨 不代表它未来不会涨 你像这个马光 其实我就跟各位讲 真正的商机在这个互联网医疗 因为在后疫情时代 你说口罩 检测试剂疫苗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今天不去谈这个东西 你后疫情时代 你在线上做预约看诊 一条农夫 这个是个趋势 那你在中国大陆 互联网的商机 光今年就有2000亿 明年成长35% 这年复合成长率 那因为在线上 它的毛利相对上面来讲 也比较高 它可以同时有香港 新加坡 中国 甚至台湾的医生 以及专业的医疗团队 做线上的咨询 挂号 问诊 开药 送药到辅 这个就是互联网的 医疗的部分 那你现在有互联网医疗的 民间的机构很少 有这个执照的很少 有互联网医保资格的更少 那这个我要跟各位做一个解释 因为中国大陆 那个医保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 我可以在线上去核销我的费用 这是中国的医疗保险 它叫医保 那你结合了互联网 你在线上可以注册 到最后一条龙 送药你都弄好了之后 你患者还可以在线上 直接做互联网医保的 核销动作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商机 你同时具备互联网医疗的 跟互联网医保资格的 非常非常少 我坦白来讲 我什么都不讲 我光上市会当中 唯一一家是中西医 连锁医疗体系的 马光就是独一无二 没有任何一家 没有任何一家 做跟他一样的 不要说跟他一样 跟他接近的都没有 那正式取得互联网医疗执照 那未来这个线上的医保核销 我相信很快就会取得资格 到时候你结合看诊 服务 送药到府 远距服务 然后患者还可以直接就在马光的线上当中 去跟中国大学政府去做医保核销动作 这个商机有多大 那跟今天的涨跌有什么关系 压回才是买点 对不对 我举例嘛 十倍的 涨了十倍的很大 大家都很开心 对不对 涨十倍了 昨天还涨停板 大家开心啊 问题是你十倍涨十倍股 看你都敢买了 这个马光这么大的商机 它的乐性是在这里 我不要讲它的高点 我光讲这个颈线位置 这个地方是八十块钱 现在马光在五字头 它去年EPS1.6 配一块四 1.6是创历史新高 1.6人创历史新高 我还没有加记这个东西 我还没有加记这个东西 2000亿马光只要拿0.5%是多少 是10亿 10亿三成的利润来抓的话是多少 是3亿 3亿的利润 马光股本是4.1亿 各位你自己想想看 我更不用讲说这些东西 天津的糖尿病资格 渗透率只有5% 只有5%的人 有做糖尿病慢性管理 那这些病患跟马光采一年一约 续业率9成5以上 它连续几年 都是续业率高达9成以上 那糖尿病 它不会完全好 对不对 跟洗肾是一样的 所以人口会越来越多 加上饮食西化 所以今年成长 这是确定的事情 这确定的事情 第一季天津 封城 获利竟然创5年新高 老师新加坡 新加坡 封城 人家新加坡提供马光 这个优惠 所以它第二季的获利数字 会非常非常的亮眼 跟它营收不一样 营收是因为封城 所以营收掉下来 可是新加坡6月2号恢复 你恢复业务就回来了 高毛利的回来了 可是政府的补贴 一毛钱都不会少 照样补贴你房租100% 两个月 照样补贴你薪资 75%两个月 而且上述到去年第四季 以及下推到 延到今年的10月份 都给你各25%薪资补贴 这个一毛钱都跑不掉的 对不对 那现在还没有公布 第二季的获利数字 可是你从这个部分 你就可以推出 马光第二季 它的获利数字不会差 你懂吗 光这块新加坡的补助 这个就不要讲了 这么这么多的题材 这么这么多的题材 恒大涨了十倍了 这国门独起的国票 马光为什么不能涨 为什么不能涨 对不对 所以你做到一些比较 不一样的股票 你像爱普 在台北股市当中 因为你的晶片整合 你的逻辑跟 记忆体晶片整合 你中间一定要有一个桥梁 因为两个东西 桥归桥 路归路 这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中间有一个bridge 它整合 它的IP 那个就是爱普所做的 可是爱普到现在 已经涨了这么多了 大家拉回之后 我们再进场布局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被分盘交易 有流动性的问题 所以建议你们大家 先看一看 不要急 可是真正要赚大钱 怎么样 你就是要做 人家没有的 国门独起的国票 你就要做国门独起的国票 别人没有的 所以我相信爱普在这里 绝对不会是唯一 绝对不会是唯一 手中的持股有什么问题 我想丁老师都很愿意帮你 特别是你现在手中股票 因为今天震荡之后 很多股票很出现 严重套牢的情形 在这里丁老师愿意帮你 但是真正 真正要让你恢复信心的是怎么样 我们要做的是 找寻爱普第二 你要做的是像爱普 当时起涨这样子 而且它是属于 国门独起的 对不对 所以我想 跟着做 爱普第二 不用想那么多 把资金准备好 我们做些跟人家 不一样的股票 对不对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震荡 这没有什么 明天是周末 我想爱普第二 我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你认同我的观念 我们做股票 第一个要集中 第二个是从底部进场 第三个 做跟人家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爱普第二 你就值得你拥有 就值得你拥有 好不好 一通电话 一通电话 很简单 来电预约 买点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立刻通知各位 手中持股有任何问题的 也不必客气 丁老师愿意帮各位 去解决最大的诚意 不管怎么样 爱普第二 在这里 你只要来电 预约 丁老师就跟你 一起来分享 我们准备 重新进场的 爱普第二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定次付投资风险